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以人为本的自然观 天气也不会因为人类的喜好去改变自己 但是人的行为对自然的影响越远超过其他的生命 中华文明曾经历过很多极端天气的挑战 中国文化的自然观始终一脉相承 但如今中国的自然观却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楼宇烈说 把中国文化中的自然观突出起来 楼宇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工业文明的时代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攫取不断加快 极端气候事件频发 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 楼宇烈认为科技的发展造成了人类欲望的膨胀 反省人类自然的自然的膨胀 这样才能够去改变整个现实的进化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 中国文化对人类是不可或缺的 特别是中国文化更注重的是人 西方文化更注重的是物 人要做物的主人不能做物的努力 所以更重要的不是物质文明 不是也不是科技文明 而是我们人类自觉自律的文明 楼宇烈认为在应对气候问题上 应该是合作强者要帮助弱者 大家能够认识 人类跟动物的区别就在于 一个是竞争弱肉强食 一个不是有互助 也许要强折去帮助弱者 扶持弱者 先进的方向是应该互助 应该相互帮助 特别是强折要帮弱者 这才是先进 不能强折去欺负弱者 强折去占领弱者 所以这样的文化怎么行 对于目前中西文化交流中出现的困难 楼宇烈说 交流中最重要的是包容尊重 强迫改变是不可能的